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事经金句是 将你的重担社交上主 他必扶持你 圣荣55篇23节 这个答句 答上荣的答句 讲到的重担 什么是重担呢 可能是我们担忧的事 害怕的事 或者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十字架 也可能是 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些很困难的遭遇 比如说身体检查 看到绝症怎么办 细细细细细 圣灵的作者说 你交给天主 他一定会扶持你 各位兄弟姐妹 留意扶持 没错 他必然扶持你 但他不是为你解决问题 不是使得 你害怕的事都没有了 不是说逢空化吉 化险为异 不是这样的 当然 天主可以显其职 天主是全能的 当然可以显其职 可以使得 没其癌症 忽然间没有了 可以吗 可以 也有 但更加多的情况 是没有的 天主不会显这些奇迹 不过他必然有的奇迹 是什么呢 就是他扶持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扶着我们 支持我们 就是说在我们身边 扶着我们 不能很远 在旁边才能扶持我们 就是说 跟我们同在 跟我们同行 跟我们一起去面对挑战 困难 一起背起重担 或者你要说 如果是这样 都是要自己解决的 不如不交给他 是吗 迟早都是要自己搞定的 那么 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是 在信德 就是憑着信德 交给天主 我们自己也搞不定 交给他之后 体会到他跟我一起 哇 我们马上力量倍增 我们充满着 活力 不用怕 可以解决问题 不单止解决问题 不单止背起这个重担 而且我们成长了 我们体会到自己 原来天主跟我一起 是使我可以成长起来 那么 让我们 不单止背诵这句圣经金句 也都将我们现在 在这个时候 可能都有很多重担 是压在我们的肩头上的 压在我们的心里面的 交给天主 告诉他我们的 旁黄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焦虑 我们的担心 全部告诉他 当我们告诉他之后 会怎样呢 我们立刻会发现 他原来 一早在我们旁边 聆听我们 陪同我们 扶持我们 将你的重担 社交上主 他必扶持你 圣语 55天 23战 可以 他可以 帮助他 帮助他 不准备 他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